各位老师好 我们今天来看抛痛 在做教学前报的时候 生怕让学生听了很想睡 就算不会睡也怕他谎声 或是沉门到听不下去 好可怕啊 这太可怕了 可是抛碰太古版PREASE 转到你晕头转向 哎呀别担心 你应该试试看这一个 你看抛痛 是云端线上简报 影片制作的工具哦 抛痛的好处呢 抛痛的好处是 它免费 它有趣 它超好用 赞啊 哈哈来吧 那这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你看它的登录方法超级多的 可以用FB Gmail或其他的方法 这里有很多的样板可以选择哦 但是有些当然要付费的啦 好这里是主要的图像区哦 右侧这里是图像的工具区 哎 它包含风格文字特效 图片框 简报特效 还有背景哦 你看看下方这里是时间轴哦 哦 就是可以选择秒数的头跟尾啦 这下方是文字图片和动画的素材哦 好再来 左下方有三种预览的方式可以去播放音乐和影片哦 好的中间是影片的内容编辑区 左上方有存档删除复制贴上和增加图片哦 哦 最后我们可以把PowTone去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做分享 可以给它下载也OK的啦 当然了 PowTone还是有它的极限 PowTone的缺点就是没有中文字形也没有复原件哦 嗯 还有它就是无法潜入影片和超连结 而且呢 它的背景也只能有一种音乐哦 好吧 那我就来对PowTone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 要把简报变有趣 就要选择适合的简报工具 那么呢 这样做出来的简报才会是最合适在这个现场的教学的哦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带着老师们来操作一次PowTone哦 嗯 我们在Google就可以找到PowTone的网址了哦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可以就注册PowTone 嗯 不过呢 注册的方法很多 我还是建议老师用FB或是用Google来去做注册 这样子未来账号才不会忘记咯 在登录后选第一个Create 这里它问你要做简报还是要做影片 那就看老师要做简报还是要做影片咯 好 接下来这里就是仪表板 仪表板下面有很多样板可以选择 可是有些是要付钱的 好 左边的加更捡可以增加减少一面 眼睛的部分是预览 下面的秒数也是可以增加或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去下载或分享 诶 在这里还可以开启之前的档案来做编辑了哦 最后我们要来做现场实作了 各位酷克斯的老师们 ch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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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om